觀眾朋友你好 由臺北市所主辦的市大運 已經正式登場 最新的消息是 今天我們又拿下了一面金牌 總計已經拿下了三面金牌 可是在前天開幕式的時候 一群反年改的人士 在場外 有人叫鬧場 有人叫抗議 而導致許許多多國家的運動員選手 無法順利的進行到會場去 這時候包括總統蔡英文女士 以及臺北市長柯文哲先生 都批評這些反年改的人士 這種抗議行為是非常非常的不當 而臺北市長柯文哲呢 甚至用極為不雅的文字 叫做王那個蛋 那其實這是真的很不好聽的話 他在會議上公開指責這些抗議反年改的這些人士 那後來呢 在他的臉書上呢 他也是批評說這些事情 可是有一個臉友呢 就是說啊 你講清楚 到底你是在罵誰 那個字 然後呢柯P就回答的 其實不知道該怎麼評論 他說就是在講你跟那些反年改的人士 這段話呢 其實某種程度反映著是說 有不少的民眾對於前天那樣的抗議呢 是充滿了憤怒 憤怒的原因不外乎說 這個是國家重大的運動賽事 某種程度呢 是國家的喜事啦 你在辦喜事的時候 你來鬧場 你是在鬧什麼東西 然後呢 另外一邊說 三一八學運的時候 你的整個立法院行政院 都把人家攻佔了 那樣可以 昨前天丟個煙霧彈 打個警察 那樣不行 這是不是叫雙重標準 今天有好好說呢 等一下我們先來談談最新的賽事 但是我們主要要談所謂的民主的界線是什麼 所謂的言論自由的紅線又是在哪裡 今天好好來談這個題目 不過我們先來看看今天的最新的賽事 我們來看看 現在呢 臺灣已經拿到了三面金牌 包括華倫溜冰的男子跟女子 一萬公尺 分別由陳葉辰 楊和珍所拿下 最新的情形是 跆拳道男女混雙的品勢項目呢 李勝剛 蘇家恩呢 也拿下了一面金牌 銀牌總共我們拿下了七面 大多數都是在華倫溜冰 以及跆拳道 同牌呢 我們有兩面 分別是陳建全在談拳道 以及高展鴻在舉重六十二公斤級的這個項目 等一下我們來看看中華隊或是臺灣隊最新的戰況 不過我們先來介紹今天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八一九如影隨行 愛臺灣的總召集人 那八一九就是前天那場事件啦 我們來歡迎總召集人黃振中 黃理事長你好 主席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黃振中 謝謝 再歡迎是臺北市的市議員李慶豐 大家好 我是李慶豐 社民黨全國委員苗博雅阿苗 大家晚安 我們先來看看 臺灣隊最新的戰況 今年二十歲就讀國立中山大學氣管系的華輪溜兵好手 陳彥誠在比賽開始前就聽到現場觀眾對他熱情的加油聲 因此決定依照自己賽前做的模擬 以及好成績詭硬 一萬公尺祭典淘汰賽裡 中華隊除了他還有實力相當不錯的柯福軒 最後陳彥誠以積分二十分摘下金牌 也是中華隊在本屆世大運的第一金 柯福軒積分十三分 銀牌入仗 華輪溜兵在本屆首度列為競賽項目 地主中華隊金包贏特別有意義 陳彥誠幼稚園開始接觸華輪溜兵 他說自己小時候有些過動 擔任溜兵教練的爸爸就是他的啟蒙教練 那時候爸爸送他一雙溜兵鞋 並帶著他去上課 其實只是想消耗他旺盛的精力 沒想到陳彥誠就此愛上華輪溜兵 展開生涯 屢次代表國家出征 累積不少大賽經驗 而這次在臺灣參加比賽 現場觀眾的加油聲 讓他化壓力為信心 加上身為地主選手 比賽前心裡想的只有金牌 陳彥誠專攻長距離 接下來還有華輪溜兵馬拉松 也是他拿手的項目 體育署長林德福也頒發總統賀電跟教育部長賀電 給陳彥誠跟柯福瑄 女子一萬公尺祭典淘汰賽也是金包贏 壓力有多大成就就會有多大 而且看到他們拿到正面金牌 其實我覺得是很開心 因為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延續這股氣勢 中華隊女將楊和珍也是現任世界紀錄保持人 以積分二十二分摘下金牌 而隊友李孟竹積分十六分 跟南韓選手並列 不過根據競賽規則 兩位選手必須進一步比較最後一圈 誰先壓線 李孟竹成功奪贏 記者黃韻玲 林志堅 臺北報導 臺灣隊除了在華輪溜冰拿下很好的成績之外 最新的消息是李勝剛以及蘇家恩 在跆拳道男女混雙品勢項目呢 剛剛也拿到了金牌 這個是最新的賽事情形 可是我們先來看看 這個其實不應該出現在體育賽事的情形 但是一出現就變成所有人關心 矚目的焦點 鬧場 為什麼要鬧場 用這種形式來鬧場 真的合適嗎 我們來看看這是柯文哲 今天下午臉書的時候 他在昨天也談到說 昨天晚上就是前天 那選手重新入場 大家歡聲能動 其實這段發言都很OK 都沒問題 大家一起加油 臺灣隊加油這些 那後來呢 就有一個人在他臉書上 那因為他昨天有罵人家王八蛋 啊我不曉得他罵的 是不是李市長他們 不過他的確是罵得很不好聽的話 然後呢 就有一個網友說 你才是這個東西嘛 你自己身為臺北市長 信誓旦旦說 不會出事啊 結果又出事了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你要講清楚 告訴全臺北市民 誰才是這個東西 然後柯文哲馬上回 我罵的就是你跟那些反連改團體 那當然是柯市的這些風格 我們就不去討論 可是很顯然 有很多很多人 是不以為難的 李市長 人家在辦喜事 重要的賽事 臺灣現在最關心的 就是施大運 你趕快等 煙霧等 還打警察要幹什麼 好 所以說今天我特地來這邊 也要作為一個 歡迎真相 其實我們不是反連改 小團體 我們是一個如影水群 愛臺灣的一個團體 我們這個團體 包括公商界 包括所有社團 包括軍工校 要減銷都有 但是我們只有一個訴求 就是要讓總統 他讓他知道 你的有些政策錯了 譬如立人政策 立人政策 八月十五號 發生了全國的大停電 我是中華民國太陽熱能商 同學的理事長 我只要一年花三億 十一年花三億 就可以省掉一座核電廠 我在蔡英文總統 在林檢院長 剛要就任之前 那一個月 我也跟他有提過這件事 但他好像忘掉了 結果他在今年跟明年 要花一千多億 所以你們的抗議 不是年改 而是抗議能源政策 每一個人有他的訴求 我的訴求 就是要幫政府 來推薦立人政策 讓他省很多錢 不要兩年花一千多億 沒辦法省掉一座核電廠 我只要十年 花三十億 一年三億 可以省掉一座核電廠 為什麼不花錢 要花在刀口上 但是你今天花了那麼多錢 花了一千多億 還是停電造成八一五的停電 那我之所以會在 在那個 那個施大印這個時候 在申請了一個合法的 集會場所 我也是要去表達我這個訴求 還有各個單位 他會表達他們的訴求 我們今天的訴求是什麼呢 你看 我們是要 為中華隊加油 為臺灣加油 然後我們有一個是 就讓全世界看見臺灣 中華隊加油 第二個就是反對美國 干涉中華民國內政 第三個是反對日本 何時進入臺灣 第四個是反同文 反權章 反滅鄉 反一粒一休 第五個是收回公教聯金 改革錯誤的政策 第六個要全民來拚經濟 我們的訴求很簡單 而且我們這邊寫得很清楚 你們訴求也太多了 怎麼會很簡單 不是 這是都已經大家有在反應的 你這樣 現在政委要一休一粒 要來改了啊 他錯誤的政策嘛 同文也是 你叫一個大法官就來 同文釋憲 因為沒有經過全國人民的同意 少數人的同意 你也去抗議大法官 你跟四大運說這個 這都是 現在大法官是我們總統在排的 大家也看過影片 怎麼那麼少人同意 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 哪有這樣子的 那我現在講 今天重點在這邊 我們今天參加這個團體的 我們都是和平理性的 我們都穿一個白上衣 而且 我在這個禮拜 在八一九之前 那個禮拜 我每天跟好幾個分級 在跟他們協調 本來有機會遊行 他叫我們不要去遊行 我都同意了 然後 我們也不跟選手 去接觸 也不跟觀眾去接觸 我們完全都配合你警方 警方 好幾個分級 每一個七億 就是一個分級 而且每個分級 就不管誰 就不讓他經過 所以說我們根本 根本沒辦法去跟選手接觸到 我打斷你一下 就是說 其實台灣是一個民主的社會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信仰 自己的主張 自己的價值 每一個人都可以在合法範圍內 用合法的力道 去表達他自己的想法 所以不管是反同婚也好 然後反大法官也好 然後要推綠能也好 然後要拚經濟也好 然後要什麼東西都可以 你講得出來都可以 所以你就算再列八百個訴求 也不會有人說 你不可以去抗議 這個是在台灣的好處 但是你抗議歸抗議 我第一個是要請您先釐清的 為什麼要去丟煙霧袋 為什麼要把警察打成那個樣子 好 說到這重點呢 今天完全 我不要說民進黨政府在栽贓我們 不要說國安聯在栽贓我們 我跟大家我早上就講過了 今天打人 第一個時間點 警政署竟然用花布湊的消息 說反連改小組 說我們合法申請這個團體 打人丟石塊丟葉木蛋 這個請警政署長 你要付完全的責任 請蔡英文總統 請林全你要付完全的責任 為什麼 打人 因為我發現這件事情 我要求警察局 你要給我一個真相 你要掉所有的錄影帶來看 結果他掉出來了 但他不敢給我看 他只告訴我說 不是你們打的 是一個穿黑色上映的人打的 在這邊 今天我剛剛才拿到這個 這個錄影帶 我剛剛才拿到這個錄影帶 大家看到沒有 這隻黑手 他的衣服是黑色的 我們這邊都是白色的 來再看第二張 看得更清楚了 這是警察的頭 這是黑色衣服的前頭 打到他的 剛好他的右前打到他的眼睛這邊 所以這三張片就是從一個 某一個人他去攝影 有拍攝到 因為說實在 我也怕人家栽贓我們 所以我們每兩個人 我就希望有一 每三個人 有兩個人 在拉白布條 做成抗 一個人要去拍攝 要去錄影 保護自己 真的讓我們保護到自己了 所以我在這邊 我早上就講了 希望在真相未公布之前 不要亂栽贓 把我們污名化 但是今天 你看小英總統 林前院長 為了轉移消點 為了讓台灣人民說他執政不利 說全國大跳電要負責任 結果他就把整個 不管是栽贓啦 或是製造一些人 就說我們是一個報名 那理事長我們一個一個來談清楚 我們先來談到底是誰 把警察打成那樣子 再來談到底是誰丟煙霧彈 好 八一九四大運知識事件 那這都是警方新聞稿 所以我們沒有在任何加油添醋 也沒有在引用各方不確定的資訊 警察說的是說呢 當初要維持治安 就是保障合法 取締非法 防治暴力 這個是原則口號 重點是什麼事呢 第一個南台灣抗暴聯盟 這應該是發言人 嚴才人 徒手攻擊萬華分局尋佐劉金權 第一個 南台灣抗暴聯盟 是不是你們的相關 或是友好團體 是有友好團體 那嚴才人確定是這個團體的發言人 我不曉得他是不是發言人 但是他是一個車的車隊的車長 但嚴才人是你們自己人 不是我們自己人 其實我跟他認識也是最近這一兩個月 但是他至少是帶一車 共同價值共同行動的 他有來報名參加這個盧影隨行這個活動 就是要做一個訴求 所以他的行為 你們必須完全負責任 如果說他今天有打人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我們絕對不鼓勵人做違法 所以嚴才人最後查清楚 他的所有一切的行為言論 那麼包括你們這一個叫做 八一九如影隨行愛台灣 就要連同附帶所有責任對不對 我想每一個人做違法的事情 他就自己要去負責任 我們今天所要求 我們包括我們的訴求 都是非常理性的 我們只是用拉白布條去做承擋 讓媒體看到 讓總統看到 那還有發布這個信息的人 他有沒有查證 他講的是真的還是錯的 我們警察機長他講 所有那個團體 不只我們一個 很多團體包括台獨人士 包括其他什麼同行為 什麼一大堆的團體 都沒有去碰到選手 沒有碰到選手 沒有人講你們碰到選手 現在就是只有兩件事 然後另外打人是我們 如果講錯話 他是要負責任 那你敢打包票 至少你所認識的嚴才人 我現在敢打包票 絕對不是他打警察 因為為什麼我敢打包票呢 某個警察局 他有調到錄影帶 他在第一時間點 我在質疑的時候 他就有告訴我 不是你們的人打的 是一個黑衣人 因為他 哪一個警察跟你們講 不是你們打 我想這是我也不能 因為在他沒有公布之前 我不變說是哪一個警察 那我決定跟你講 是他們已經有調到錄影帶 就跟我剛剛給大家看的 真的是一個黑衣人打的 我們全部所有團體 參加我們這個團體 已經穿白色商衣 我們今天為了我們的訴求 和平體系 所以我們要認識我們自己的人 因為大家彼此都不認識 我看之前的報導 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待會我們也會播您接受訪問的一些情形 我們來看看這個就是這一次受傷的問號分局尋佐 劉金全 其實看到右眼是很嚴重 說實在左眼也受傷很嚴重 那看到這齁 您的說法是說 那個剛剛那位嚴姓的那個男子呢 他是被推倒 然後不小心碰到警察 但是你看這眼睛症到這樣 說實在啦 正常的嘗試就是說 他絕對要用直拳大招下去 鄭重眼睛才會腫腫 這是當天喔 你看到隔天 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由中時電子報拍攝的畫面 你看喔 這個一定是很惡意的 瞄準了他的眼窩 重重的打下去 沒錯 才會這樣 沒錯 你說這個絕對不是嚴才能打的 對 來 這邊有這張照片 大家看到這個就是那位警員 他的頭 這邊有一隻手 這邊有一隻手 剛好打到他這個 他的右眼 那這邊看不到他的人 有看到這一隻手 來 這邊一樣喔 也看到他打到他的頭了 沒有啦 你那個黑媽媽 看都沒有 對 黑媽媽 現在就大家 能把他照鏡臉 這是不是一個穿黑衣服的 這個出錢的人 是一個穿黑衣服的 他的右直拳 就打到他的頭 不過這個是理事長 剛剛在我們這節目上所提供的 至少是現在才出現的幾張照片 但是你的講法就是說 絕對不是南臺灣抗暴聯盟的這個 嚴才人 歐商萬華的這個圓警 對 而是另外一名穿黑衣服的 的人 對 絕對不是穿白衣服的嚴才人 對 那這是你認為的說法 因為這個說法 也是某個警察局 他調到錄影帶 他跟我說的 因為第一時間點 說我們團隊的人 是暴徒去打人 我就覺得很奇怪 等一下我們要再釐清煙霧彈 不過我先請教一下議員 剛剛理事長的說法可信嗎 那他其實最大的指控就是說 臺北市警局栽贓抹黑 這些包括反延改 以及反同婚 反一大堆東西的這些抗議人 是警政署 是警政署 你不是指控臺北市警局 沒有 警政署發布消息了 這個 這個部分都查清楚啦 大家都贊成應該都查清楚 那也不一定說是 蔡英文林權栽贓 那我請教理事長 你覺得這次的陳情抗議事件 你們是認為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 你自己覺得呢 我可以跟大家講 今天如果被栽贓 那我們就失敗了 你是長 我跟你說 那今天很多團體 你是長 今天很多團體 我們要珍惜 你不能針對我們這個團體 我知道 今天有台獨人士 有其他團體 你是長 你是長 不要激動 我們都很珍惜這個自由民主 所以不管是言論自由 集會遊行 各種陳情抗議的這個自由 都必須被充分的保障 但是我們會去問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你的抗議的對象是誰 你的訴求是什麼 你用什麼樣的手段 你希望達成什麼樣的效果 越是重要的場合 你去做陳情抗爭 領導幹部要付出的代價 跟承受的壓力就越大 你們有沒有負起這個責任 好 你現在就說 因為打人不是我們啦 這個林權栽贓 蔡英文栽贓 這個都不是在節目裡面 可以水落石出 而是我想請教你 作為陳情抗議的領導者 你要抗爭的對象 你的訴求 你所使用的手段 你要達成的目的 都達成了嗎 好 我覺得 我們達成了 你也可以跟大家 告訴大家說 那一天 那一天加拿大選手 不能夠進場 好 是不是你們團隊的成員 主導他不能進場 我來告訴大家 今天我們這樣做 這些東西是大家 想知道的 你先問我 我先回答 你現在問我 我先回答 你讓我回答 林長現在是我的發言時間 你先問我 現在是我的發言時間 那等你後來 如果 當初大家發現 加拿大選手不能入場 很快發現 原來是陳抗團體所造成的 其實大家不會第一時間 覺得說 陳情抗議一定是不對 一定不是這樣子 你想想看我講一個最嚴重 其他都是肢解 剛剛主持人要提 今天逼近外國選手 用大 你跳過圍欄 拿著大聲弓 逼近外國的選手 或者是丟煙霧彈 如果今天是在立法院 陳情抗爭的時候 大家知道是反年改 或者是因為婚姻拼權的爭議 或者是一粒秀的爭議 今天是外國的選手 他根本不知道你是為什麼而來 但是有人衝向選手 拿著大聲弓 有人丟著硬物彈 你說他是滋擾的 純粹是社會秩序的小騷動 也可以 嚴重來講 這就是有可能造成恐共的 誰知道你要丟什麼呢 那你這樣子的手段 要達成的目的 本來是希望爭取更多人 能夠支持你們的訴求 不管是能源的 不管是兩性平權的 不管是一粒秀 你有什麼特定的立場都可以 可是你們達到了嗎 你們達到了嗎 可以回答了嗎 你們就當天晚上到現在 全國百分之九十九的民眾都認為說 為什麼一個國際的 在臺灣的一個國際賽會 會變成這個樣子 但我們很遺憾 很遺憾說 這個這個本來應該這個陳情也好 抗奸也好 那個民主的權利應該被保障 可是整個情況並不是如同你想像的 我坦白說齁 在座臺灣的來賓 我們都算是過去或曾經是 陳情抗議的老手 我認為是大大的失敗 基本就是大失敗嘛 你怎麼說是成功的呢 好 以前陳情抗的老手 大家看著這邊 以前民進黨在野的時候 是怎麼做的 今天換了個職位就換個老闆 不要講政黨 你要像你陳情抗議的東西負責 在二零九年會十七號 你已經是落場WHA 這對嗎 是國際笑話嘛 在二零零九年九月五號 獨派鬧場 聽奧 金東衛 這是對的嗎 歷史六 今天我們在這 是成功的嗎 你們這個成功 你們可以做 我們不能做嗎 大家可以公平 我請問你是不是成功的 所以二十三號 小英已經鬧成功的 所有民進黨可以做 鬧笑話 他們不講話 今天我們這 小小一個陳抗 被設計了 說我們是暴徒 什麼才叫暴徒 民進黨人士 把警察打成要留情人 才是暴徒 我也沒有說你是暴徒 民進黨人士 我還善意地說 你認為你領導的陳情抗議 是成功的嗎 認台獨人士 去畫這些綠色的獨立的旗子 給這些運動員 對嗎 你這樣子路就是越走越窄 我今天抄 我來正式回答 今天我在跟很嚴峻地告訴民進黨政府 告訴你這邊政客 如果我們今天所作所為是合情合理 而且有申請合法的一個職位遊行 結果你們把我們栽贓 把我們認為是暴徒 跟那些台獨人士 跟那些反重人士 都當成同一派的人 我們不是 我是不知道你引述誰的說法 你今天就可以懷疑我 我今天不能懷疑你再設計 設計再介紹我 再握面化我 反正你可以講 現在我說時間 現在我說我的時間 我在講話 你不要插起來 我今天本來是很客氣的 我今天已經把我政績拿來了 你今天還要污名化我們 所以我這邊要很污名化你啊 鄭重的跟全國觀眾來講 我們如影隨行 愛台灣的所有團體 絕對都是尊重法事的精神 我們不要違法亂記 如果今天違法亂記 今天是大難的是我們的人 馬上抓去關 抓去辦 我絕對支持 但是今天如果不是的話 真相查出來 麻煩蔡政府 麻煩林前 麻煩警署長 你要跟我們道歉 我今天就是這樣一個聲明 好 理事長 你剛剛其實講得很清楚 就是你先表達說 那個打萬華那個尋佐 絕對不是你們自己的人 是被栽贓的 那我再請教 丟煙霧彈 好 這很好 煙霧彈 誰丟的 也有內部消息 我先不要講誰 也是被栽贓的 那個煙霧彈 我們的人 是正在警察的前面 煙霧彈是在警察的後面 那是一個斜坡 可以從前面丟過去嗎 從地上 絕對如果警察的那個配置 優於我們 多多倍 聽過什麼 我跟你說 有媒體照到 是從上面丟下來的 那什麼人丟的呢 六七千個警力 國安人員 特勤人員 呈呈為之 會查不到是誰嗎 現在為什麼不敢公布 所以我請警政署 請令政部 請盈捷院長 你要查清楚 說明是誰 因為他已經跟我講了 已經送去檢驗了 到時候是血的指紋 麻煩要 我想 觀點跟資訊 至少在現在 其實理事長 你也講得很清楚 那兩件事情 跟你們一點關係 都沒有關係 都是警方 你認為是警政署 栽贓 不是警政署 某個特定團體 因為我不想吃血 我剛才想到是警政署的呢 警方的 警政署他是亂 沒有查證之前 就亂發布消息 還是理事長 你也來同聲譴責 那個 指導 外國運動選手 對 你也譴責一下 我也譴責啊 你現在公開譴責 然後對於你們的 這個 我譴責你不譴責嗎 這個八一九 你也應該譴責 所以來栽贓團體 如果做這種事情的話 我剛剛已經譴責了 各位先生 我剛剛已經譴責 是不是你要譴責一下 你待會是 請台北市長 去查清楚 我還是想先瞭解 所以你講得很清楚 丟那個煙霧彈的 跟打警察 都不是你們團體 那拿著大聲公 對著那個 那個就是你們的人 不是不是不是 我說 那也不是你們的 我不曉得你 大聲公你發發發 發得很大聲的那個 我跟你講齁 那個人 因為我 我說實在 連我自己齁 都被在擋在二號捷音口那邊 我要走過來都走不過來 碰到有警察 甚至有連警察 不認識我的 竟然就跟我吹哨 你不能過去 你不能過去 就撞我了 那等我到那邊的時候 那個警察已經放人了 你們帶那麼多人 沒有一個調查隊 不是 萬無 但是今天說實在 我們的人 那些人啊 那一車啊 他是從停車走路 走了三個小時 再走到那邊去 層層被圍視 你看 一個 一個世大運的場所 你圍安做得這麼好 滴水不入 那你為什麼人家 合法申請的 他根本不會去跟觀眾碰觸到喔 因為都有鐵籃桿為主 都有警員了 也不會跟前組碰觸到喔 為什麼不讓他過去呢 結果造成大家這邊發生意見不合 在那邊協調 不過我大概完全知道 您的觀點跟立場 不過我要請教阿苗就是說 我們其實 今天我們不是說 要去想說是誰丟 因為我們沒有人力去查 這個後續大家更多資訊會出來 可是我們想釐清一點 至少理事長也談得很清楚嘛 他確實帶了很多人去到現場 去要表達意見 那個只有二十幾個 其實我們很多人喔 你不是幾個百個 幾個百個是幾個來車 十幾個來車 結果那車的人是二十幾個人 我就是說總共幾個百個 幾個百個 但我想問的是說 其實說實在 在臺灣有抗議 大家早就習慣了 任何場合都有抗議 我們早就習慣了 但是呢 大家想要釐清說 該用什麼方式 什麼力道 什麼紅線呢 是不應該採 那採的會怎麼樣 其實之前我們當然也有看到 所謂的公佔內政部 公佔立法院 公佔行政院 我們也看到 有那個官場工人去握軌 然後我們也看到那個 國道收費員 跑到一梯去上 然後想要癱瘓 整個高速公路等等的 我們都看到希望透過很大很大的一個力道 讓大家知道他們的訴求 但是在這一件事情上 似乎很多人在譴責他們 這是否是雙重標準 我們先來看看 到底前天發生了什麼事情 十九號是大運開幕典禮 場外煙霧瀰漫 城鋼團體和警方爆發推擠 在混亂中 有員警遭到毆打 警方認定 南臺灣抗暴聯盟發言人 嚴裁人和一名黑衣男子 涉有重嫌 事隔一天 嚴裁人遭到拘提 詢問後被檢方 已有反覆實施之餘 且有共犯再逃等理由 向法院申請羈押禁件 不過申請當天露權的 城鋼團體 則出面為嚴裁人喊冤 澄清嚴裁人是被推倒 才會情緒激動 至於當天場外被丟直煙霧彈 甚至有人敲打小巨蛋的玻璃 讓外國選手不敢進場 城鋼團體全部否認是他們所為 台灣舉辦國際賽事 卻遭到鬧場 當天警方部署超過五千名的警力 卻門戶大開 新政院長林全在立法院備詢時 坦言施大運沒有達到一級未安標準 我們用了太多的警力 但是他們本身其實是 林全強調 等到世大運結束後 該就責的一定會檢討 不過城鋼團體已經揚言 世大運期間還是會以行動表達訴求 警方會如何加強未安防護 各界都在看 記者 綜合報導 不過阿苗是不是大家都用雙重標準 在看待別人 我想問的是說 第一個之前所謂的三一八學運 或者是公佔內政部的時候 大家就叫做公民不服從 那這個東西呢就是說 啊 報名啊 目無法記 那但是同樣的對於 不管是反年改 反同婚房一大堆的這些人 他們的所謂就說 你之前你面前到嗎 下西下城丟臉丟到國際 所以我也要做 那我的意思說 如果你批評別人 你這時候就不應該這樣做 如果你支持當時的行為 你這時候就不應該批評別人 大家都在雙重標準嗎 其實世界上 我們如果這個學法律人都知道 世界上沒有兩個 完全一模一樣的個案 那關於這個城抗這件事情 其實說實在兩個層面 第一個法律層面 在法律層面 你到底有沒有愉悅言論自由的界線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今天我有任何的訴求拿出來 做組織拿出來跟大家講 我最終的目的應該是要確保 願意跟隨我的群眾的利益 我是要推動某些改變 要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好 那我要如何的說服社會大眾 如果社會大眾不接受我的看法的時候 那我的責任是什麼 這個是另外一個城市的問題 今天大家在講 為什麼這個太陽花可以無罪 沒錢花就不行 可是說實在的 我們平心而論 不管是太陽花也好 佔領內政部也好 是大埔事件也好 這麼多的事件 有沒有接受司法的審判 其實是有的 太陽花你只看到無罪 你有沒有看到他們被起訴 你有沒有看到他們被偵查 你有沒有看到他們上法庭當被告 有 今天 其實社會大眾為什麼會對 不管你剛剛說你不是反年改啦 你是要推動這個能源改革 推動各式各樣的訴求 今天為什麼社會大眾會對你的倡議感到很反感 其實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你根本就是有完全不負責任的組織者 剛才剛剛講到說發生了打警察的事件 發生了丟煙霧罐事件 打警察這個絕對絕對就是暴力抗爭了 打警察丟煙霧罐你說好我要查清楚真相對不對 我們都支持查在場說來賓都支持查清楚真相啊 可是今天警政署發了新聞稿說 目前警政署查到的就是南部抗暴聯盟的言差人 你又切割說絕對不是他 不可能是他 不是我們 各位 在819之前在LINE群組 LINE群組裡面有很多動員這個教師去參加819抗爭的這個LINE簡訊裡面 動員單位第一號就是南部抗暴聯盟 結果總召在這邊經常講說沒有啦 那只是我們的一個朋友 我認識他也不是很久 他只是帶遊覽車上來的 你覺得社會會怎麼樣看待這樣子社運組織者 在過去社運團體抗爭丟雞蛋 雞蛋不小心打到警察 不小心打到警察的眼睛 不管是不是他丟了負責人第一時間出來道歉 第一時間出來跟警察說對不起 他有沒有去切割說你有沒有證據看他那個雞蛋的蛋殼上有沒有我的指紋 那個雞蛋真的是我丟了嗎 會不會是栽贓的 還拿出一個來源不明 根本連來源都說不出口的照片來說這個不是我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更深刻的問題是我們的警政系統到底怎麼了 如果不是你說謊 那麼就是我們的警政系統裡面有人查到錄影帶沒有報給長官 私底下把消息塞給你 我們的國家的警政系統到底受不受這個民選政府的指揮 如果你沒有說謊的話 如果這真的是警察給你的話 那今天這個世大運的鬧場事件 對不起我真的沒辦法稱呼你是抗爭 抗爭你至少要有明確的訴求 你至少要對自己在抗爭期間做了所有行為敢做敢當 這個是要抗爭 那世大運的鬧場事件裡面我們看得到的是今天這個民選政府沒有辦法控制警政系統 今天這個民選政府警政署發布出來的新聞稿會被強力要求查清楚真相的人拿著一個來源不明的圖片說 這是別的警察給我的我告訴你這是有人在栽贓我們 這其實是一個民選政府的民主治理的危機耶 那今天你出來說我要抗爭大家都會覺得如果你是希望這個社會更好 其實社會會同情你的訴求 假設今天在世大運抗爭的是國道收費員 國道收費員他抗爭完之後他擋住高速公路他講得出來我今天我的訴求是什麼 今天有一群的收費員為了這個國家的高速公路收費收了十七二十年 結果他們年資被歸零他們被當成垃圾一樣被這個政府丟棄 所以我對不起我要在逢年過節的時候擋住大家回家的路 希望大家正視到這些人的訴求 姑且不論法律責任他們有沒有送辦 有有送辦 如果今天我作為一個組織者我今天出來為我的行為我敢做敢當 我主張我的言論自由但是我也坦然接受司法的調查 同時我跟社會大眾講清楚說我的訴求是什麼清清楚楚 不要去切割今天抗爭所帶來的不便 不要去切割抗爭所造成的成本 那我相信這樣的組織者才是有希望把這個運動往前推進往前送的 我們在乎的是什麼在乎的是群眾的利益啊 不是說今天哪一個個人他又出名啦 李萊西又要組黨啊然後李萊西又要選什麼選舉啊 不是這個樣子的 如果你今天是真心誠意的希望國家好你要反同婚 你要反核實你要反年金改革請你大增勇敢說出來 對不起我們為了反這些我們造成了世大運的不便 對不起我們造成的騷動 對不起我們願意承擔法律責任 但是請大家聽聽我們的訴求 那我想你們會取得很多人民的尊重 李市長我知道你有很多東西要回覆啦 可是我就請教你幾個問題 到目前為止 您認不認為應該要為萬華尋佐受到那麼嚴重的眼傷 以及丟了煙霧彈造成那麼大那麼大的恐慌跟騷擾 以及世大運開幕式那麼多那麼多國家的運動選手無法順利進場 這三件事情負責道歉 好真的要如果說今天真的查出來真相是我們的人做的話 我覺得會代表出來道歉 但是今天說實在的剛剛聽了議員講跟聽了水瓦列人講 我覺得今天這個民進黨總統要好好的去檢討了 民進黨說出來騙人選舉全保守 但執政真的是很無人到今天 你凡是當律師要講證據呀 你沒有證據就可以說是我們的人 是因為警政主講就是認定說我們是暴徒那是我們做的 我剛剛講我沒有講說警察提供這資料給我 你又可以斷章期說警察提供給我 那請問 請問來源是什麼 我說我們的人員 兩人一族 一個人就是負責去說證 不要被人家栽贓 一定要說證 我是說我們的人員提供給我的 你竟然可以給我栽贓說斷章期說是警察提供的 你又要害警察 所以你們的人員保證話中的人 真的就是被打的警察是嗎 還有還有說什麼 說某高階退休的警察 去拿到資料提供給我們 真的是我真的很少講粗話 但我講不出來 不能這樣子亂汙名話 我們今天所有的 根本沒有什麼機密 哪有機密 這個圖料 這個圖 包括這個圖 都在台北市政府的文章 可以拿到的資料 什麼是高階警察提供給我們的 我們今天的訴求 我們會申請局位遊行 就是我們表示我們要合法去訴求 我們做了那麼多標語 中英文對照 要給誰看的 要給蔡英文看 要給外國媒體看的 今天根本我們也沒有規劃 需要去做暴徒的行為 你又說什麼看爆點 我剛剛講過 我跟他們認識不到兩個月 這個人也不是負責人 他是一個車隊的指揮官 車長帶著一二十個人 他們來報名參加 我講這樣也不負責任嗎 我今天要不負責任 我今天說實在 我不是 我沒有退休後 我也沒有十八趴 我今天是新人退伍 但我死服役七年 我就從傷了 我做了三十幾年的公益 包括民進黨的立委議員 我也都挺過 國民黨我不分黨派的 但是今天 包括我在申請 在投資的時候 好幾個民進黨立委 我們都是扶寧社的 都是司指揮的 也來支持我 我今天從沒有來 但今天我聽了這一席話 我真的要講清楚說明白 今天所有的真相 我希望政府 臺北市政府 警政署 念政部 林前院長 蔡英文總統都要查清楚 給社會大眾一個交代 如果是我們 錄影隨行 的人員 去打人 去丟 煙霧彈 我絕對公開的 跟大家社會道歉 道歉 如果今天不是 麻煩你這些人 包括今天所有的 講 媒體報紙 污名我們 包含講成暴徒 反而那麼多團體喔 不只有我們一個 十幾個團體在那邊 都不講他們 不講台獨人士 不講那些同行為 不講其他法輪功的 什麼都不講 就只有講我們 這今天是 我覺得真的是 在製造資源 OK 那理事長 我再請教您一個問題 就要請教議員 我們先保留住那個 煙霧彈跟打警察 這兩個事實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在這邊釐清 但我想請教 從過往到前天 其實呢 不管是反年改也好 或其他的這些 一連串的抗議的動作 其實有一個抗議的模式 出現的 那不管你支持不支持 我想問的是 在前天事件過後 很快的閉幕室 就要來了 很快的總統到處都會有 這些公開活動 你們的這個抗爭模式 OK 不會任何改變 會 說真的 現在已經被摘張抹黑 烏雲化成這樣 你想我們還會來 來這邊嗎 不可能 原本我們今天 我剛才強調 閉幕室不會再有 我也不會來 那其他人要來 那是他們的事 就是我們這個 如影學生團體 我們一直針對總統 你的 你的執政 有問題 你這些政策通過 有問題 你一些立法的 有瑕疵的 要好好去修改 你要請要放在刀口上 你的人員政策 你的停電問題 造成 經濟危機 造成台商 一些大廠商 要往外移 你不好去檢討 你這些經濟 如何振興經濟嗎 我想 我依我的單位 我只是要 針對立人 我要一個訴求 其他還有其他單位 他們的訴求 其實我們這些單位 如影水檢單位 我們真的就只有總統一個人 沒有啦 有反人員的 你推立人的不去 還會反年改 還是反同分的去 那他不是我們單位的人 我沒辦法去接通 去跟他們負責什麼 或是我們去 能去指導他們做什麼事 我請教 今天大部分的 有一個八百 你們知道嗎 八百壯士 對八百壯士 他也是機能體系啊 八百壯士 也不能說歸你們管 當然他不是我們管的啊 他跟我不一樣 理愛心也不不給我管啊 我就說比較難聽 你現在不是 跟一半月子轉轉頭 不是 不是每一個人 其實大家都是 我說實在啦 我們這些單位 真的很可愛 大家自動自發 我們也沒有誰去命令誰 但是 沒有誰可以管誰 誰不用問誰負責這樣 但是我們建東位 有自主一個人力 就是我們全部都是要理性 和平的去訴求 你看我們做那麼多白布條 幹什麼嘛 做了三十幾條 兩個人拿一條 三個人一組 要去縮證 不要被人家 反誣告 或被人家 給負責 我們這樣的一個規劃 甚至我還跟警察機長 溝通了六天 要怎麼走 不要去影響選手 不要 這可以 你就可以找那個 當地的那個警察 議員我要請教 所以這個叫 如影隨行 比較可怕 就真的如影隨行 走得對 走得對 第二個是說 如果只有一個影子 就算了 現在有好幾十個影子 所以那個東西 要怎麼樣去思考 我要跟主持人報告的 其實真的 我覺得當一個總統 當成這樣 不曉得去檢討 不曉得面對群眾 你當初在野的時候 你說 後面的總統 我的總統 離人民越遠 越來越遠了 這樣的話 人民就要走上街頭 今天我們這麼理性 那個還有機會 等一下 那個還有機會 我來回應一下 主持人的提問 等我講 我今天 我們路易選選 只是要跟總統 麻煩你聽聽我們聲音 但今天很可笑的 我們離總統一百多公尺 他從我們在對面車道經過 他也不敢進過 他就要逆向行使過去 甚至在高雄 走營 他都已經出來 我等我講完 他都已經出來了 我回應一下主持人的提問 我還沒講完 你的回應什麼 等我 我們在那邊 你有這樣 你說到大聲音 都不聽就對了 掉頭了 還有一個最嚴重的 他竟然縱容警察局長 好像黃衛兵 一二三抓人 可以這樣子嗎 你說是警察局長的警察署長 警政署長 在高雄 天空公司間 蔡英文在 陳警戰 還有立法委員在裡面 在廟裡面 他竟然縱容 那個警察局長 他們兩點鐘來 十一點鐘鐘 開始抓人 好了 你不要激動 陳水扁總統執政的時候 陳抗團體 可以如影隨行 馬英九總統執政的時候 陳抗團體 也可以如影隨行 蔡英文總統執政 陳抗團體 也可以如影隨行 我們要問的 在這一個人民可以陳抗的言論自由 集會遊行自由 的基本保障的情況之下 你們所要表達的訴求 抗議的對象 使用的手段達成效果 我還是善意的去勸告你 我甚至認為說 世代院接下來的賽事 或者閉幕式 你還是一樣可以去抗議 但是你一樣要去思考 你要抗議的對象是誰 訴求是什麼 你要使用什麼手段 你要達成什麼效果 誰說總統不可以抗議 你要抗議蔡英文總統 太容易了 總統府在那裡 凱達克蘭大道就在那裡 太容易了 你如果要從事公民運動 你要從事公民不服從 是要用這種負責任的態度 你每天都在那裡說 一直賣蔡英文 一直賣蔡英文 沒有人知道你的訴求是什麼 理事長 我是善意啦 我是善意啦 你不可能說 到現在已經百分之九十九 不能認同你八一九晚上的做法的 你還一意孤行下去 算到 你說現在沒辦法 我們沒做 好可愛喔 兩三百個人 來自於二三十個團體 自動自發 主持人說是什麼 無慮 無慮 你這樣子做這樣子的公民 承抗運動 是為了什麼 這到底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社會更好嗎 我沒有認真是這樣啦 我沒有認真是進步的做法啦 大聲控制都可以了 說到社會聽 是人聽不懂才可以了 人聽不懂嘛 你去控制一回 聽你的訴求的人越少 支持的人越少 這就是運動者的精神嘛 有可能 有可能 你去控制的對象 會提供做人情給你 有可能 每個人 有每個人角度跟立場 你自己要從事城抗 你自己就要去負責 應該負責責任 我來看看 當然我完全清楚 剛剛理事長說 他其實不是反年改 他其實 他的訴求是要綠能 那我其實搞不太清楚 為什麼在自大運 要去抗議令人這件事情 可是我們來看看 這一年多來 反年改 其實呢 是真的叫如影隨行 但是這個如影隨行的形式 是不是讓社會 越來越多人支持 認同他們的訴求 還是讓社會 越來越多人直立說 真的一定要這樣嗎 我們來看看 我先回答一下 市大運開幕式 反年經改革團體場外 陳情抗議 影響選手進場動線 還和警方爆發衝突 氣敵聲 抗議旗幟亂成一團 甚至有人丟置煙霧罐 民主國家陳情抗議 稀鬆平常 但鬧上國際體育賽事 罵聲四起 高舉大旗民氣敵 六月二十六日 多個退休軍公教團體 聽到蔡總統要到新竹湖口的 三員工參訪 抗議群眾越聚越多 幾名互相拉扯 六月三十日 蔡英文參加軍校聯合畢業典禮 總統車隊一進國防大學 大批民眾丟鞋子丟雞蛋 警方出動防彈網南下 7月6號 總統南下宴朝天后宮 上千名反年金改革民眾 號召集結廟宇外抗議 警方大陣仗提前戒備 不斷有人丟置物品 被警方半空攔截 天后宮對接的路上 還被丟置了兩顆煙霧彈 如影隨行的抗爭 鞋子 雞蛋 煙霧彈 道具越來越危險 脫序行為 年改抗爭的訴求 讓人看不清 記者綜合報導 郭阿苗或許我試著設身處地 為理事長違反年改的人 去思考一些問題是 假如我在透過體制內 當然那個年改國事會議 裡面也參加了 講話沒有得到足夠的尊重 理睬 我的建議從來不被接受 我每一次場合用很大的力道 都沒有人要理我 我只好一步一次一次的 加重我的力道 世大運呢 是全台灣所有媒體在直播的 也是部分國家的媒體 也會來轉播的 所以那個是一個 我露上國際舞台 非常關鍵重大的機會 我當然要把握 我當然要破壞秩序 才會讓更多人在意我的行為 跟言論價值 難道錯了嗎 難道不該這樣做嗎 如果我們用同樣的水平 來去衡量所有的抗爭事件的話 難道錯了嗎 我們當然是用同樣的水平 同樣的標準去衡量所有的抗爭事件 在一個民主國家 抗爭其實是常態 因為永遠都是有少數的人 聲音不被聽到的時候 他要大聲喊出來 大家才會聽到嘛 那如果說你只有在家裡喊 當然沒有人理你啊 所以就如同主持人說的 我去一個最重要的場合 然後在那邊大聲說出我的訴求 我讓所有的新聞都來報導啊 我終於被看到了 可是 關鍵的重點就是在於 你被看到之後 你要表示的 你要陳述的 你要說的 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今天我個人對於 這個反連改也好啦 反同婚啦 剛才有講什麼 反核實啦 要綠能啦 這些團體呢 在這個 世大運的鬧場事件 我很難苟同的原因就是 不是因為我的立場 跟他們不一樣 其實我很可以接受不一樣的立場 重點是我看到的是一群 完全不對自己的訴求 不對自己的行動 負責任的組織者 而這些組織者 他接受了跟隨他的民眾的熱心 這些民眾 甚至還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來參加這些承抗的行動 結果換來的 卻是這些組織者的不負責任 這些組織者 不把自己的訴求 再得到美光燈之後說清楚 我覺得這對我來說 在運動倫理上 是非常非常難以接受的 所有的抗爭一定會造成不便嘛 如果你抗爭沒有造成不便 那誰要理你 對不對 越大的不便 可以為你帶來越大的關注度 而你到底準備好 要講清楚 你到底要幹嘛了沒有 一直到今天 都已經過了兩三天了 上節目的時候 自己團體的訴求到底是什麼 到現在 一團混亂看不清楚嗎 如果是 如果是我們 如果我們生育團體做這樣的活動 得到任何的機會 我一定是跟大家講說 對不起 造成大家的不便 造成警察受傷 造成這些混亂 即使我不承認這是我的人 就算我像你一樣 都不承認這是我的人 這至少是在我引發的抗爭事件 當中發生的 我跟大家對不起 但是請大家好好聽聽我們的論述 我們真的有很多話想要對社會說 我們真的很想要這個社會 往一個更好的方向改變 如果做到這件事情的話 今天不會是九成九的民眾 都對你屁嘴 所有民眾棄完之後 一時 但是後來他會想一想說 是不是這些人 他的聲音真的沒有被聽到 是不是這些人真的這麼可憐 說老實話 反年改這件事情 手上拿著麥克風 難道還不夠大支嗎 從年金改革國式會議以來 一直到現在 他們的聲音沒有人聽到嗎 在年金改革國式會議裡面 反而是反年改的人 一直在阻擋討論 一直在中斷討論 就算我們都通通接受這些抗爭行為好了 可是從剛剛的VCR裡面 大家也看到 過去的抗爭行為造成這麼多混亂 有多少無辜的人 只是因為要去開一個國式會議 就被打 被打到躺在地上 脖子這邊被鞋子踩著 請問這些反年改的團體 有哪一個正式出面說 這件事情我負責我道歉 我不應該這樣子暴力的對待不同意見的人 沒有 在成抗的過程裡面 舉的標語 侮辱蔡英文總統作為一個女性 剛才裡面的是什麼 一個綠色的布條上面寫的什麼 大家回去可以掉帶子自己看清楚 有沒有一個團體出來說 對不起我們的抗爭不應該這樣子 不理性的對於一個女性元首做性別的羞辱 沒有 這種不負責任的抗爭 才是造成這個社會沒有辦法接受 反年改的原因 並不只是因為場合 因為台灣的人其實非常的寬容 過年的期間擋住高速公路 逢年過節擋住高速公路 過去對於元首對阿扁對馬英九如影隨心 台灣民眾有對這些團體噴嘴爛嗎 少數人是有啦 有啦有啦 可是當訴求講清楚之後 也有人說那個要把那個觀賞功能 黏過去的啦 有這個這個確實是有 但是當他們的訴求講清楚之後 這個社會上能夠理解他們訴求的聲音 是不是越來越多 你知道我就說 就是說一般我們會認為 衝撞呢 是為了達到後面那個發言的空間跟論述權 然後這時候你就要跟社會講清楚 對不起 但是我要講這個 譬如說國道收費 爬上ETC之後說 對不起導致你癱瘓國道 可是呢我們的工作權是什麼 當大家佔領內政部的時候 對不起你要去辦公沒辦法 可是你要想想合法的家園 被這樣子侵奪 然後破壞掉之後 大家的感受是什麼 但是你們似乎沒有讓大家想一想 為什麼你們要這樣做 剛剛又聽了律師 學法律的人講的不負責任 組織者 我現在還要跟你說一聲 你完全講的都沒有憑藉 你怎麼講說我不負責任呢 我是一個組織者 我不負責任嗎 今天只要我在的場所 只要如因學者我在 我絕對是一個最站在最前面 而且是最主持一個公平正義 最在安撫所有群眾情形的 最後一個走的人 像在剛剛看到天后宮 那個事件 多可怕你知道嗎 為什麼那群眾可以安撫下來 到七月六號發生的事情 七月十六我帶著這些人 這五個被違法拘捕的人 到高雄地方公園去 去按連升高 他們在小英 小英兩點鐘才會到達天后宮 十一點鐘 就授錢 警察警長在那邊抓人 喊一二三抓人喔 陳抗期 人家到陳抗期了喔 你知道 我們細節就不要再談 那我請教人 那還有這一連串的衝撞抗議之後 你們想要在媒體上跟所有的觀眾講說 你們要講什麼 剛剛我講過了 每一個團體有每一個團體的訴求嘛 今天三十幾個團體 今天不是經常性的在一起的團體 那你要講什麼 那我今天我講的是 就我團體我的訴求 我講出來啊 民進黨要推綠能 就要重視綠能 而且要正欠的綠能 不是一些沒有準備好的綠能啊 你今天要不然怎麼會發生八一五的大停電呢 而且錢花那麼多 你這樣說的話 你以後就不用抗議了 你就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我講得很清楚 我也在 剛剛你們也有叫我去凱盜嘛 要我去觀點 我跟各位講 我在118到120 我就在凱盜 申請陸前在那邊承抗了 我也到總統委去 投地 陳情書了 有效果嗎 交代林前 林前交代李世光 李世光交代沒有了 沒有 不了了之 那後來 我又申請到管理器 這一套抗爭模式 你認為有效果嗎 我真的齁 要 我覺得現在的政府啦 真的不是在 不是在管理國家一個政府 不是在執政 真的是一個執政文化的政府 今天如果是真的在 要推動經濟 不是這樣的搞法啦 我記得他們現在在搞文化大革命 在搞黃衛兵的清算鬥爭啦 知道要先說一套做一套 當他當上這個執政者 說的又是一套 因為剛剛從兩位一直在講 一直在說我們主治 主治者不負責任 你也知道我們不負責任嗎 我都是最負責任的 而且包括今天這個 這個陳康 這個819 這個 這個 極位地點 也是我主動去申請 我看到 我那麼多人要來 來參加這個 819的 為中華隊加油 表示他們的一個訴求 我趕快去申請的一個 極位 那我最後請教議員 你會支持台北市政府 乃至於中央的警政署 採取更大的力道去遏止這些 所謂的陳康事件 那個還有我先補充一下 陳康 陳康事件的基本保障一定是要的 世代運期間比較特殊 所以他們的專案部分 不能夠像這一次819的部分 坦白講這個 維安的目的跟他的手段 在比例上是有點失誠 不過 我們重點不再壓制公民的陳情抗議 而是這個 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不能講那麼多 而且有警察的事件部署 情資 現場的應變計畫 執法的強度 這有一連串的部分 坦白說 應該要檢討 那我也呼吸 這個大家在那個發生事件 八一九晚上的時候 其實臺灣人民的心事 大致上是團結在一起 臺灣人民的心事大致上是團結在一起 臺灣人民的心事 大臺人是不太動力的 但是我是真的覺得說 應該是往前看 這個對於有不同意見 檢討為安的人 事實上市長不用用這樣的方式 去再進一步去罵說王差蛋之類的 我覺得這是不疑 大家就繼續把該保障的言論自由保障住 但是應該適度執法為安 比例原則應該要處理到 因為對選手的這個安全的顧慮 其實是還蠻嚴肅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應該還有大家可以努力的空間 其他團體在閉幕市會有抗議嗎 大家晚安 氣象局持續發布 13號颱風天歌的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目前今天晚上的8點鐘的中心位置 已經來到鵝鵝鵝比的東南東方 大約是310公里海面上 我們預測未來它會以比較快的速度 每小時16轉22公里的速度 朝向臺灣南端近海這個地方 來通過巴塞海峽 所以今天隨著它靠近的話 風雨的情況應該會逐漸的增強 目前的海上警戒區 包括了南半邊的海域 陸上的部分 除了元南的台東、恆順半島、屏東之外 又新加入了高雄地區 提醒這邊的海域及陸地都要特別注意 以雷達回波最新的情況來看 可以看到一波一波的一些 帶狀的一些牆的回波 不斷地就向臺灣的東半部來靠近 所以今天開始回波逐漸接近 明天之後呢 整個颱風位置移到了臺灣的 臺灣的西半邊的時候 整個南風的雲汐建立之後 下雨的情況應該會更加的明顯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整個未來降雨的分布情況 今天晚上的時候 東半部地區的降雨的情形 就會逐漸的增加 到了明天清晨呢 雨勢在花東地區又更加的明顯 到了明天上午 整個紅色的部分呢 雨勢就更強了 所以整個東半部加上屏東 甚至在南部的山區的部分 也開始逐漸增加 在明天下午呢 颱風逐漸移到臺灣西南側的時候 南風的建立之後 除了東半部地區 強降雨還是持續之外 另外就是臺灣各地區 下雨機會也會稍微高一點 這裡還是要特別來提醒 就是有關於明天清晨開始 整個滿潮的時間 還是再度提醒大家留意一下 在明天清晨雨勢在逐漸增強的同時 在東南部地區 6點到7點之間呢 有一次滿潮時間 而在臺灣西南部地區 大概是7點到8點 臺灣的西側 台西東死跟將軍這個地方 我們預計大概10點到11點之間 會陸續遇到大潮期間的滿潮的時段 提醒大家 未來颱風是逐漸在靠近臺灣地區 從今天晚上入業開始呢 雨勢風力的部分 特別在南半端的部分 應該會更加的明顯 那明天就是